感谢朋友来到居民台新 在上一期的节目 2022年在新加坡如何理财中 提到了保费贷款保费融资 许多朋友就问我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呢 是怎么操作的 只听说如果买房可以贷款 为何保单也可以贷款呢 我今天就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保费融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它的利弊 本视频内容仅为知识性分享 请不要当做投资建议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 保费融资只适合长期 不是适合短期 它和一个买房贷款 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因为陈先生今年45岁 他目前房贷都还清了 信用记录也不错 手上这时有一笔钱 可是他又不想投入到 一些高风险的投资 所以打算用现有的资金 投资一个投资房 这样每个月能产生一个租金的收入 为自己带来一个正的现金流 这个现金流将来养老也可以用 子女教育用钱也可以用 于是他就在看了很多房 也研究了一下 经过他研究后 他发现买房投资出租房 不太适合他 因为他觉得各种费用太多 比如印花税 物业费 中介费 装修费 而且目前又受到房产降温的措施影响 还有额外的印花税 租金收入还要记录到自己的年收入 这样他的个人所得税也会更高了 所以他算了一下觉得不合适 收益也不算太高 最终他选择了保费融资 又成为保费贷款的产品 那究竟什么是保费融资 在新加坡保费融资是一个理财的策略 假如陈先生想要获得一个永续的现金流的收入 每月大概2000到3000的样子 要这个收入的话 他要购买的房产价值大概是100万左右的房子 当然租金还要减去 刚才我们所提到所有的费用的成本支出 当然买房我们是要贷款的 他不用拿出100万的现金 只需要拿出30万左右的本金就可以了 贷款70来万从银行贷 这样就可以了 同样的道理 陈先生如果选择保费融资的计划 和买投资房出租的形式几乎是一样 他可以配一个保费100万的年金险 然后自己拿出28万找银行借72万 买了一份年金保单 和买投资房不同的是 保费融资的方式 每月还款只需要还利息 而不需要还本金 不像买房 每月连本代理都要还给银行 所以他每月得到的现金流更多一些 另外 还房贷一般都是有个期限 比如30年25年这样的 而保费融资的期限要长得多 贷款一直可以贷到陈先生99岁 现在的市场如果在现场买一个投资房 真的需要100万新币左右才行 而保单的金额多少自己可以决定 比如他可以买个50万的保单 付28%的本金 这样自己只出14万 如果是30万的保单 本金只有8万4千就够了 很多人可能有个疑问 既然是贷款利息一直还 那本金不用还 那究竟什么时候才还给银行本金呢 还本金呢 是当陈先生想要退保的时候 或者当这位陈先生过世的时候 在这之前 他都可以一直收到每月的年金收入 年金收入减去贷款的每月还款的利息 就是他每月现金流的净收入 万一陈先生提早过世 因为是保单 保单还有深雇利益保障 到那时深雇保额的赔付 先还给银行贷款 然后剩下的由陈先生的受益人继承 这也是一个保险保单的好处 那除了这个好处之外 保险保单还有一个可以指定受益人的好处 当然这个钱呢 既然是从银行借的 银行就有权利 在陈先生还贷款的过程中 如果他没有及时按时还贷的话 银行也有权利 从保单中拿回他借出去的贷款 这个其实和贷款买房一样的 房子在还清贷款之前是抵押给了银行 同样这份保单也是抵押给了银行 好以上就是这个保费融资的结果 那讲完结构呢 大家就了解这个架构怎么样了 那么他的收益究竟如何呢 我们还是以陈先生的这100万的保单来计算 因为这个整数呢计算的容易计算 100万的年金保单 28万是由陈先生自己付的 72万是从银行贷款 那72万的这个银行贷款的 是新币的贷款 新币的贷款利息呢 就是在这个月 2022年1月的时候 贷款利息是1.27% 以这个利息来计算 72万的贷款 陈先生每月还贷为762元 那从第三年年底结束的时候 每个月他就可以获得保单 年金每个月3002 3002就已经包括了保证的利息和非保证的利息 新加坡的分红基金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保证的一个非保证的 但是过去呢 基本都是按照非保证和保证加在一起来兑现的 同时呢 这也是按照保单 4.25%的掩饰收益率来计算的 好 既然每月的年金3002 减去每月的利息支出762等于2240 那陈先生每月的净收益就是2240 你看这个钱就等于一个租金的收入 只是呢 如果真的是买房的话 这个租金收入还要算在个人所得税当中 因为这个是保单嘛 那金融方面的收入 它是没有这个税的 没有利息税 每月净收益2240 那一年的净收益就是26880 这样算起来啊 陈先生所支付的本金 这个回报率来计算为单利8.74% 那这么看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如果大家对保证融资有兴趣 或者对计算方面大概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随时联系微信 韩语拼谈心很高2 保单如果是美金的话 收益会更高 因为美金的利息会更低一些 收益也更高一些 好 刚才我们讲了保费融资的结构和优势 那么这样的方式理财呢 它有什么风险和弊端呢 首先大家都能想得到的就是这个利息的风险 因为利息是浮动的不是固定的 刚才的计算是以新币贷款1.27%来计算 美金贷款的利息目前仅为1.1% 那利息将来有可能会提高 也有可能会降低 如果利息提高的话 支付的利息会增长 收益就会减少 这一点呢 我建议大家去查一下新加坡过去10-20年 这利息的历史就清楚了 大概心里有个数 新加坡的利息呢 长期它是不高的 第二个风险啊 就是TDSR的限制 TDSR就是长债比例 那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 借贷者还款总额不能超过月收入的60% 比如您每月收入除去公积金之后 拿到手上有1万 所有的贷款还款总额不能超过6000 第三就是所有年金类的保单都有一个特点 都是要等几年之后才能领钱的 一般上啊都要等三年或者四年之后才可以领取年金 有个等待的期限 第四呢 它是缺乏流动性 那一开始我就说了 这个理财计划一定是长期的 提早退保是不划算的 所以制定这个计划时啊 一定要做一个力所能及的这样一个保费 用手中长期不用的闲置资金做一个长期的计划 还有注意几点 第一呢 手中一定要留一些紧急的备用资金 不能手上的存款全部投这个啊 要留一部分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呢保险保障要做好 不管是报销的医疗保险还是大病的一个保额 还是深购的保障都要做好 这样一旦一个家庭遇到不可预测的事情来的时候 它不会慌 不会乱的手脚 也不会动用到这个保单 第三呢 就是将来如果你计划要贷款买房的话 那要先计算好TDSR的限制 比如刚才我们计算的贷款总额为72万 那每月的支出的利息为762元 那将来如果还要贷款买房的话 这贷款的额度要计算好 第四就是前几年啊一定要有稳定的现金流的收入 因为保单呢第三年结束之后才能分红 最后一点就是大家要对这个整个市场的利息的变动 做到心中有预期 总体上来讲啊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现金流的理财方式 而且又借用了银行的贷款能够赚起中间的息差 但是它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如果想要知道自己究竟应不该配置这样的理财规划 或者对这个理财规划有兴趣想要配置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微信号汉语拼弹心横杠2 whatsapp96560014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好 感谢观看